捷克将审查华为中心产品风险,设160家机构,队伍美国、澳洲、日本等国,开始抵制中国华为通讯设备捷克总理Andre Bebis去年12月表示,虽然其国家网络资讯安全局NCISA考虑同样排除华为设备,但官方立场没有要封杀华为 然而Bebis在日前表示,捷克政府将开始分析,使用华为和中心软体的相关风险,审查将涉及该国160家工、民营机构和企业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otnikMov,报道捷克总理Andre Bebis 5-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,表示政府将从本周开始,指示相关主管机构分析使用华为和中心软体的相关风险,审查将涉及捷克160家领导的工、民营机构、公司和企业, 且将与国家网络资讯安全局NCISA密切合作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链接Bebis称,接受审查的对象将包括发电厂、供电和供水系统、电讯和资讯系统、医疗设施等 捷克则曾在去年12月,在国家网络资讯安全局NCISA的安全警告下,一度宣布政府部门停用华为产品,并且考虑将华为逐出设备建设的采用名单,但后来总理出现灭火强调,无意封杀华为